川普政府星期一正式宣布重新实施对伊朗的制裁 这一项决定可能会影响到中国 而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周末也再次表示 他的关税政策正在发挥作用 他表示关税将帮助减少美国国债并为人民减税 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义来介绍详细情况 耀义 卡安你好 川普总统在今天白宫发出了一个声明 分别是一个是川普总统自己本身的声明 以及白宫的声明 也就是针对美国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 现在总算要正式的恢复之前对伊朗所实施的制裁 那我们知道这个时间表是这个样子的 先是在5月8号的时候 美国宣布了退出伊朗核协议 那么并且开始了90天以及180天的准备期 那么今天的8月6号也就是90天期限的最后一天 那么从8月7号开始将会有下面的措施会被实施 第一个是要制裁伊朗政府购买或取得美元 第二个是制裁伊朗政府进行黄金以及贵金属交易 第三是制裁伊朗政府取得工业化过程所需要的石墨、铝、钢铁、煤以及其他的软件 接下来是要制裁与伊朗货币、伊朗里亚尔相关的交易 还有要制裁发行伊朗主权基金的相关合同 以及制裁伊朗的汽车工业 那么这是第一波的制裁 那么在第二波的制裁将在11月5号之后开始 那么将会进行的是包括制裁伊朗的港口、能源、货运以及造船工业 还有制裁与伊朗石油相关的交易 还有制裁伊朗中央银行与外国金融机构的交易 那么此外我们之前奥巴马政府取消制裁之后 有数百名的个人实体船只、车辆以及航空器都取消了制裁 那么现在川普政府将把他们全部再放回制裁名单上 那我们知道刚才提到这个制裁的方面 有很多是跟能源相关的 尤其就是伊朗的一个出口大宗的货物 那我们知道其实欧洲还有印度以及中国 都是伊朗很大量的这个能源的进口国 那么现在欧洲方面可能会因为担心美国方面的这个制裁 而减少对伊朗的这个依赖 但是目前还不知道印度的做法 但是中国方面有些财经分析家说 中国可能还是会持续向伊朗购买能源 而且中国的一带一路也要延伸到伊朗 所以有些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经商的计划呢 可能会受到影响 但是看起来中国方面并没有要退让的表现 所以呢川普总统现在制裁伊朗了 那么可能也会影响到中国在当地的布局 那么此外呢川普总统也曾经说愿意在没有前提的情况之下 跟伊朗总统鲁哈尼会面 不过呢这个伊朗总统鲁哈尼 还有伊朗政府方面已经回绝了 所以呢8月4号星期六 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再度提到这件事情 他说伊朗还有该国的经济正是非常的糟糕 而且很迅速 我将跟他们会面或是不要会面都没关系 这取决于他们 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川普总统还没有放弃 要跟伊朗总统鲁哈尼见面的这个想法 那么此外呢川普总统我们也知道 上个星期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呢 又再度的升温 包括美国方面表示要把这个关税20%调到25% 以及这个中国方面也宣布了 要对6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 实施四种不同等级的关税 那么在8月5号呢川普总统在推特上 又再度提到了关税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呢关税正在发挥很大的效用 地球上每个国家都想要从美国身上取走财富 总是伤害到我们 我说如果他们的产品要进口到美国 我们就必须向这些产品征收关税 如果他们不想被课税 那就让他们在美国生产产品 不管是哪种情况 这都代表关税政策将创造工作机会 以及巨大的财富 由于关税 我们将有办法开始偿付 已经累积到21万亿美元的国债 而这些国债大部分都是在奥巴马主政期间累积的 而且还能够同时降低美国人的赋税 我们至少会为我们国家谈成更好的贸易协定 那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呢 为了要刺激经济 奥巴马推出了两次很大型的减税方案 以及刺激经济方案 还包括有很多的钱是用在建设基础建设等等 因此国债平民的升高 那么川普总统在2017年上任的时候 他接手的政府美国国债是20万亿 那么到2018年的3月 美国的国债首次超过了21万亿美元 也是川普总统今天所说的20万亿美元 那么他希望借由这个关税的方式 贸易战的方式呢 希望未来能够来偿付这个这么高的国债 卡拉 好的 感谢要义发誓白宫的报道